以下是這個變更現實 為勞動者開頭回來 最後報告的重點 就位 現在我們應該確認出 終結資本主義的大課題 這個是一個大課題 大課題的眉目 勞動階級應該確信 期待資本主義的社會 自由社會主義 部分資本主義 信仰裡面的核心分額 它所思議所認為是理想很理想的 EU型 就是歐盟 EU型 以及把EU型 歐盟當作示範的東亞共同體 以及與他們連結在一起的 太英式主義老賣點 有發點資本主義 不只生產無政法 我們來一個新的 有發點的資本主義 先福祉國家 不只光投資流 要鼓勵社會福祉流 也先福祉國家等 也絕對不是勞動者 勤勞全民的最終目標 當然 我們並不反對體制內的感應鬥爭 但是 受死在 資本主義 到了今天 已經沒有 好和壞的兩種分別 資本主義 應該被確定為 惡 無條件的惡 謝謝